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421集 狼人克罗夫 伯兰等人都看了一眼罗锋 之前没落算是热情打招呼 罗锋却冷面一对 这令他们感觉 罗锋有些过于冷漠了 哗的一下 顶层另外一处的滑门猛的拉开 一名穿着银白色 华丽长袍的光头男子 走了过来 似乎周围整个天地 一下子都变得明亮不少 这光头男子面带笑容 一边走过来 一边道 人都到齐了 狼人克罗夫 罗锋他们六个人 同时起身 恭敬行礼 大人 人既然已经到了 我就把该说的该做的 一次性解决 光头男子站在桌旁 也不入座 就那么站着 微笑看着罗锋他们六人 派出秘境宇宙级前三 克罗夫 罗锋 于峰 原始秘境后三名 莫洛 柏兰 龙云 你们六人 将会进行一场争夺战 争夺战的规矩非常简单 每个人都需要和其他五个人 进行场战斗 赢即可得到一分 否则为零分 最后按照总积分排名 排名第一的最强者 即可夺得唯一的原始秘境名额 成为原始秘境的一员 至于其他五个人 一律进入太初秘境 大家是否明白 光头男子微笑看着几人 明白 罗锋 六人 攻进英导 很好 现在 我将你们的战斗顺序 进行安排下 光头男子点头 说着 直接指向眼前半空 一屏幕自动浮现 屏幕上浮现了 罗锋 克罗夫 莫洛等六人的名字 随即 名字开始变换 片刻 屏幕上浮现出一个个战斗顺序 这就是你们的战斗顺序 每个人都需要战斗五场 一共是战斗十五场 你们看清楚自己的顺序吧 光头男子道 罗锋连忙看向屏幕 屏幕上是每三场同时举行一次 显然是效率最大化 而字节战斗顺序是 罗锋战 勃兰 第一场 罗锋战 莫洛 第二场 罗锋战 龙云 第三场 罗锋战 渔峰 第四场 罗锋战 克罗夫 第五场 都看清了吧 光头男子看向罗锋 克罗夫等六人 六人点头 正式办完了 大家可以共进午餐 互相熟悉一下 明天开始争夺战 整个争夺战将会在一天内结束 光头男子微笑坐下 六人都入座 很快 酒店早就准备好的一样样美食 迅速送上来 酒水饮料等等 也同样是 稀罕 珍贵之物 边吃 大家也在谈话聊天 其中那 莫洛算是最热情 龙云也微笑偶尔说话 至于其他的 伯兰 克罗夫 渔峰 罗锋 都很少说话 按理说 罗锋不是冷漠的人 可他看着那 莫洛 就一点心情都没有 不过莫洛丝毫不介意 他是一个很会活跃气氛的人 主要是他在说话 却是令整个餐桌气氛 明显活跃起来 连那一位虚拟的公司高层 排来的不朽光头男子 也偶尔笑着说上几句 哎 罗锋 我敬你一杯 莫洛微笑着站起来 举起手中酒杯 期待看着罗锋 寂静 一众人早就感觉到 罗锋今天很冷漠 个个都注意罗锋 这座餐宴 毕竟是高层来的 不朽神灵请的 大家都得给点面子 不能弄太僵吧 抱歉 不想喝 罗锋端着酒杯 淡淡道 那站着敬酒的没落 多人十枚头一皱 有些下不来台似的 你我也是有 共患难的矫情 敬你一杯酒 总得给点面子吧 连这点面子都不给 这杯酒喝了 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怎么样 莫洛皱眉 勾销 罗锋抬头看了一眼莫洛 随即低头继续吃菜 根本理都不理莫洛 虽然和莫洛仇怨很大 可是 在虚拟宇宙中 根本杀不了人 而且今天旁边还有高层来的不朽神灵 罗锋也懒得和莫洛酒产 一杯酒都不肯喝 莫洛声音低沉 在座其他人都感觉不对劲了 罗锋却继续理都不理 啪的一下 莫洛猛地将酒杯重重放桌上 脸色难看 怒至罗锋 喝道 罗锋 我看到你就是一肚子恶气 在那摩音山 你暗算我差点让我丧命 我早就恨你入骨 不过念在大家都是 虚拟肉公司成员份上 我不想和你计较 给你点面子 一杯酒 过全院就算了 没想到你 暗算 在座的伯兰克罗夫等人都是一惊 罗锋猛地抬头 脸色铁青 死死盯着莫洛 莫洛也是怒视冷笑看着罗锋 心中却暗自得意 哼 看之前战斗视频 这罗锋实力的确很强 比渔峰都强 对我也是有一定的威胁 我就趁机将他气得要发疯 到时候和我厮杀时 只要言语再稍微挑逗一两句 就能将他压在心底的愤怒引爆 头脑一旦发热 实力发挥恐怕只有七八成 我胜利起来就轻松多了 只要胜了罗锋 那么我就无需想其他的 一心想办法去对付克罗夫就行了 没落完全是算中了罗锋的心理 因为虚拟肉网络中根本没法报复 其次罗锋没有丝毫证据 录像吧 也许当时有拍摄下的录像 可是在科技发达到如今的地步 都可以制造虚拟程度百分百的游戏了 什么样的录像你也找不出来 那些根本不算证据 生气吧 愤怒吧 就是让你气得要死 可是又在虚拟肉网络中 你拿我没有一点办法 等到明天战场上 心态失衡 你必输无疑 没落心中自信 砰的一下 容装酒店顶层 那湖泊旁餐桌上 原本脸色铁青 气得根本说不出话的罗锋 很突兀的 毫无征兆的 就是狠狠一拳 在数米超近距离下 那莫洛甚至于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罗锋一记中拳 直接砸脸上 只见他的鼻梁骨瞬间啪的断裂 牙齿直接被砸的掉落 面部瞬间凹陷下去 砰 啪啪啪啪 莫洛四肢瞬间被弄断 罗锋这瞬间出手速度之快 就仿佛当初莫洛突然一脚暗算罗锋一样 都是超近距离出手 轰的一下 莫洛整个人直接砸在后面的一棵粗壮大树上 大树轰隆一声咔嚓断裂开 而莫洛则是跌落地面上 四肢完全骨头断裂 肌肉撕裂的莫洛 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罗锋嗖的就骑在莫洛身上 双拳化为幻影 疯狂朝莫洛脸部砸去 砰砰砰砰 拳拳倒肉 生生震人 罗锋一边骑在莫洛身上 挥拳弩砸他的脸 一边咒骂着 我操你个无耻的小人 我这么多年还没见过你这么让人恶心的 揍你怎么了 揍你怎么了 不打你这一口恶气消不掉 当初在魔鹰山被末路暗算 而后末路反而还蹬鼻的上脸 可罗锋却没有丝毫证据 这一肚子火憋在心底 不发泄出来 的确是不痛快 连续的一剂剂蕴含怒火的重拳 的确是令罗锋畅快万分 这家伙 这家伙竟然 瞬间被重伤倒地的莫洛 脸部被一圈圈砸着 因为四肢都被废掉 所以根本没法反抗 他挣扎数秒钟 终于发现 根本是没有一丝反抗机会 继续留在这里 只会让罗锋继续揉立下去 罗锋 莫洛心中嚎叫 同时意识迅速离开虚拟肉网络 顿时 他身体也凭空消失了 砰的一下 罗锋一拳砸空 砸在地面上 令砖石都裂开 他这才站起来 餐桌旁 那狼人克罗夫 于峰 柏兰 龙云四人 都惊恶看着这一幕 连那位不朽神灵光头男子 都微微皱眉 唉 不好意思 刚才粗鲁了 罗锋这才站起来 转头终于露出灿烂笑容 看这群人 你这小子 光头男子摇头 罗锋刚才是懂事了 可虚拟的公司 对于这群天才们管理 本来就很宽松 路一旦制定下 一切都任凭这群天才们 自己去选择 至于在虚拟宙网络内的私斗 那根本就不算是个事 因为虚拟宙网络中 再怎么斗都死不了人 所以 虚拟宙公司 是根本不会处理这件事 只是 潜意识中 这群天才毕竟都是 风华巨大人物 所以平常还是很要脸面的 更何况 今天这次集会 还是虚拟宇宙公司最高层 派遣下的不朽神灵族之代 代表的是虚拟宇宙公司高层 大家一般是不想做这种事情的 可罗锋就是做了 哼 打了又怎么样 我就是粗鲁 又怎么样 罗锋按道 餐桌旁那光头男子 摇头笑着起身 看着罗锋 不愧是真眼王的徒弟 跟你老师一样 火爆性子 不过有时候啊 得控制自己的脾气 嗯 我就先走了 说完 就凭空消失了 餐桌旁只剩下 柯罗夫 渔峰 柏兰 龙云 罗锋五人 你真狠啊 柏兰开口 我 竟然会动手 龙云一边说着 一边看着罗锋 从这一行为可以看出 罗锋骨子里 是有着一股野性疯狂的 不打难受 打了 痛快 罗锋哈哈笑着 走到自己座位上坐下 拿起酒杯 一口喝光 现在真是痛快多了 这 这莫洛的无耻 真是让我不发泄一下 不行啊 无耻 龙云微微皱眉 柏兰 于风二人眼眸中 也都露出一丝疑惑 凭借他们搜集的资料 以及和莫洛短暂接触 莫洛应该算是一个 很不错的人呢 嗯 那莫洛的确心机很深 旁边坐着的狼人克罗夫忽然到 其他人看向他 我吃过点亏 不过现在看来 罗锋吃的亏更大 狼人克罗夫看向罗锋 差点丢掉小命 罗锋吃笑一声 莫洛很快回归虚拟宇宙原始区 在自己装园中 这罗锋竟然动手 他竟然敢动手 在高层不朽神灵面前 胆敢动手 莫洛气得牙痒痒 虚拟宇宙网络中 动手的确是根本出不了人命 可是罗锋这一次 却实在是太毒辣了 瞬间弄断他四肢 让他没法反抗 然后气他身上狠狠挥拳砸脸 怒啊 身体没一点伤势 可这种屈辱感 却比再重的伤更难受 屈辱丢脸 这罗锋 这罗锋 莫洛咬牙切齿 想要报复 却没有一点办法 这次被打 完全是白被打了 这次集会结束 伯兰克罗夫渔风龙云 算是看一场好戏 莫洛是憋了一肚子活 而罗锋却畅快得很 第二天 争夺战正式开始 罗锋第一战对手是 伯兰 那龙云的确是没有一点威胁 瞬间解决 莫洛坐在自己 幽暗镜室内 点开面前屏幕 迅速调出 罗锋和伯兰 战斗视频进行观看 上次交手 莫洛是重伤情况下 才击杀伯兰 所以 他不敢小觑伯兰 对罗锋 他自然是更重视 因为罗锋是击败了四名 闯过通天桥 第七层高手 才有参加争夺战机会的 实力绝对强 罗锋和伯兰一战 莫洛极度重视 谁更强一些呢 希望那伯兰 能够揉力罗锋一顿 莫洛盯着视频 屏幕上战斗场景 是在海域上空 罗锋和伯兰的战斗 打得的确很精彩 一方施展的是剑之世界 而另外一方则是 空间法则为主 时间法则为辅 攻击无比可怕诡异 时间流速 隐隐都有变化 二人厮杀的 竟然是不相上下 嗯 这罗锋竟然能和伯兰 不相上下 不好 罗锋要赢了 莫洛没头一皱 苍茫海域上空 却完全形成了剑之世界 天地变幻 无数剑气腾饶 罗锋脚踏云梭 在半空中 身前却是凝结出两缕 剑尖形状的淡金色剑气 而远处则是穿着一身白衣 手持血色长剑的柏兰 此刻却略显狼狈 他身上有着一条 征瘴狈 伤口甚至于从其腹部直到大腿 鲜血染红了半边白衣 罗锋 你比当年强多了 柏兰盯着罗锋 你也很强 不过 这一战到此结束吧 罗锋看着柏兰 来吧 柏兰盯着罗锋 其实 在之前罗锋重伤柏兰的时候 就注定了这一战的结局 嗖嗖 两缕淡金色剑气 瞬间破空而去 蕴含金之法则空间法则 又凝结着剑之世界威力的 两缕剑气 从两侧迅速攻击向了柏兰 而身体受到重伤 连瞬间闪躲都受到影响的柏兰 仅仅勉强挡住一缕剑气 另外一缕剑气 便贯穿了柏兰的眉心 轰隆隆 简直世界消失 无数金光迅速飞回罗锋背后 融入暗金死长棍中 柏兰的尸体从高空坠落 落向了无尽海域 罗锋在半空中看着那具尸体掉落 心中安静 其实处于对柏兰的尊重 罗锋并没有瞬间爆发最强实力 灭掉柏兰 而是拿出部分实力 和柏兰真正厮杀了一番 不过即使如此 罗锋也震惊于柏兰的进一步速度之快 刚才 自己施展出念力阵的伏达到三百左右 配合眼神兵剑之世界 才能施展出两缕剑气 击败柏兰 我比柏兰更早闯过通天桥第七层 已经能没落 令罗锋念力阵符也要达到三百左右才能获胜 当然 假使罗锋施展灵魂威亚 念力阵符达到了一千八往上 战斗恐怕瞬间就会结束 老师跟我说的没错 柏兰的空间天赋的确非常逆天 一旦他专精于空间 进一步速度就会非常惊人 而且配合他部分坎屋的时间法则 时空结合的确非常麻烦 非常威胁 罗锋按道 宇宙混沌杯是最难的一个混沌杯 也是最强的一个 骚得一下 罗锋被传送出去 罗锋的第一站 罗锋对战柏兰 罗锋盛 战机一圣 灵平灵父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